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有没有想过 目前地球上市值最大的公司《苹果》 名字和上标为什么会叫做《苹果》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Brian 今次《皮毛小知识》就会和大家简单讲下 这个无处不在的《苹果》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的频道 《皮毛小知识》主要是介绍 由失踪心出到无用的冷知识或流行文化 如果有兴趣不妨订阅我们或加入会员 Let's get started Steve Jobs 和另外两个人 在1976年共同创办了《苹果》电脑 Apple Computer 而《苹果》作为公司名也是由Steve Jobs 所提出 关于他为什么将公司名名为《苹果》 以及用咬一口的《苹果》作为商标 多年来坊间的猜测和推论都有很多 而且听起来很有根有据 我精算了几个有养分 并透过这些推论来和大家一步一步分享 苹果的名字背后的故事 理论一 啟发自牛敦 传说牛敦因为在苹果树下看着苹果从树上跌下来 而提出万有引力 这个苹果尽称着开启了人类世界全身认知的一条锁匙 因为个人电脑市场在当时的社会仍然是未知的领域 Steve Jobs 认为他的公司和产品将会等同牛敦的苹果 成为人类打开科技之门的锁匙 这个推论的依据是来自苹果公司 在1976年到77年间的第一代商标 正正是描绘着属于苹果树下的牛敦 推论二 来自阿伯拉罕宗教创世神话 下话是偷吃禁果后人类被逐出伊甸园 正式展开了人类发展的故事 虽然圣经并没有说明 但西方社会将禁果演绎为苹果已经有很长历史 犹太教和基督教也将这棵树视为分辨善恶树 或者知识之树之旅 所以有人认为咬一口苹果的经典商标出自这个神话 尽征着苹果电脑会被人类分辨善恶的能力 理论三同样是基于咬一口苹果 但就出于人工智能和电脑之父陶灵的死 1950年代的社会还是极之保守 陶灵因为和性戀倾向而被英国政府迫害 1954年他吃了一个浸有化学物质的苹果而身亡 普遍认为是自杀 State Jobs可能是想纪念他对早期电脑科学的贡献 理论四 商业考虑 除了充满寓意的说法外 亦有一些是单纯出于商业考虑的推测 例如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商业电话宝名测 公司都按字母排列 A字头的名字可以排在最前章节 再深一层的揣测 苹果这个名字更可排在当时另一家知名电脑公司 阿达利 阿达利 前面 Steve Jobs在创立苹果之前就曾经在阿达利工作 而这个说法其实都是熟实的 但就不是真实的传播 事实上苹果都算是间接给了一个官方答案 根据2015年出版的Steve Jobs传记就有完整的记载 他和共同创办人Steve Wozniak 提议名字的时候就曾经说过 Plus it would get us ahead of Atari in the phone book 而另一部分的答案都在这一页里面 苹果为什么叫苹果的官方答案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单纯因为Steve Jobs喜欢苹果 话说当时他正在进行水果饮食法 提议改名做苹果电脑的时候 他刚刚从苹果园回来 他说苹果听起来很有趣充满活力 而且平易跟人 同时苹果消除了电脑这个字的灵觉 为年轻人补充几句 当时个人电脑甚至是电脑 也是一个全新的高科技概念 Computer这个字对普罗大众来说 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感 他之后再说的是 刚才提过的阿达利那个理由 接着他再说 如果在明天下午前 我们都没想到其他更好的名字 那就叫苹果 根据Wals 他们之后其实都想努力 构思出另一个更有科技感的名字 但始终都想不到什么好主意 于是苹果公司就叫苹果了 至于这个商标的形象都简单交代几句 第一代的牛顿logo 是由另一位苹果创办人Ronald Wing所设计 他在2017年的一个访问中透露 牛顿的关联是由他所建议 理由和开始的时候提到的推论相似 他说当初大家得出这个这么复古的设计 其实都是出于好玩 等一年后 Steve Jobs就觉得这个商标太复古太复杂 亦都不能够缩细地印出来 于是就聘请了专业设计师Rob Janoff 重新设计 这个彩虹苹果 大致上就和现在的商标 没什么太大的分别 至于咬一口的设计 一来是出于不想和樱桃混淆 二来就希望和新字体Apple的A字拼在一起 这两点大概就解答了 开头的时候提出了一些推论 We've got one more thing 顺便也说完 这个彩虹配色的设计其实是象征着 初次使用这个商标1977年的Apple II电脑 是史上第一个能输出彩色的个人电脑产品 能够有限度地展示颜色 而这个彩虹苹果商标 亦都是苹果电脑使用得最长时间的商标 长达21年 直到大约1998、99年才有颜色的改动 最后关于Apple的美学和产品设计 其实又是另一个庞大的话题 我读书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几堂lectures 专题围绕苹果当时的产品 但这些这么冷门的话题 都是那句日后有缘再和大家分享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苹果的苹果有什么看法 或者资料上有什么补充都请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 希望你喜欢这条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条影片都OK 就请你按一下like share出去订阅这个频道 同时按一下小钟 或者加入做会员 多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为你带来另外的皮毛小知识 Bye